51岁的华女赵尊玉和52岁的华男肖雄伟本周认罪 承认共谋和非法进口海参的两项罪名 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周三表示 赵尊玉和肖雄伟两人 从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期间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从墨西哥非法进口暗色刺身进入美国 而这种海参产品属于 并为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保护物种 市场价为每公斤435元 检方指出 赵尊玉在2017年试图走私11.5公斤 暗色刺身进入美国 但在进入加州时被拦截 2019年2月 赵尊玉再度试图走私2公斤海参 不过依然在口岸被拦截 2017年至2019年间 赵尊玉和肖雄伟共谋实施了非法走私海参的过程 2023年5月23日 圣地亚哥大陪审团对两人发出密封起诉书 两人随后被逮捕 两人所承认的罪名中 共谋罪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和25万元罚款 而走私罪则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和25万元罚款